DARPA的福粪无人机 由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开发的福粪无人机 代表着无人水下航行器UUV的重大飞跃 关键特性和功能 深海勘探 福粪可以探索以前无法到达的海洋深处 其模块化设计允许在各种海上环境中轻松组装和部署 水下作业利用多种推进和转向模式 包括福利、螺旋桨和控制面 快速部署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福粪的执行者 将原型从马里兰州分阶段运送到加利福尼亚州 这种高效的运输和组装过程 支持在全球范围内快速部署 通过避开拥挤的海军设施 福粪号在运输过程中节省了能源 有效载荷通用性 该车辆具有多个不同尺寸和类型的有效载荷舱 这种灵活性可以实现广泛的海军任务级 福粪的目标是成为一种能够在动态海洋环境中 持续作战的长时间 远程无人潜航器 测试与协作 成功测试 在南加州海岸进行的全尺寸水中测试 展示了福粪的水动力性能 DARPA项目经理Kyle Warner博士 强调了其对现实世界行动的准备情况 美国海军伙伴关系 DARPA与美国海军合作 确定测试和技术过渡的下一步行动 海军认识到福粪在水下持续作战的潜力 DARPA地福粪代表了无人潜航器的一次重大飞跃 其模块化结构 深海能力和节能设计 使其成为未来海上作业的一笔有前景的资产